人力部长杨立明表示 有信心即将成立的公民咨询小组 能够凝聚各阶层的国人 共同塑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文化 领导公民咨询小组的杨立明在Facebook发文表示 工作与生活平衡是国人密切关注的课题 而父亲节这个日子也让他想起 如今新加坡已经有更多父亲积极参与养育孩子 杨立明回忆起好几年前 他曾想要把父亲的育婴价增加到两周的时候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不过现在已经有53%的新手爸爸会拿育婴价 比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5%高出许多 副总理王瑞杰在昨天的一场对话会上宣布 政府将成立公民咨询小组